拳头产品 优势产业 悉数亮相 记者探观中部博览会 探寻中部崛起的强磁场 向心力 中部六省都是围绕自己发展新制生产力 启动了这些成果进行展示 新起点 新任务 新挑战 六省省长正当代言人 推进官 如何携手展现中部加快崛起的新风采 中部地区要谱写新天党 这是给中部地区提出了一个新的实用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中部崛起 近日以开放创新 中部崛起为主题的 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在湖南长沙举办 此次中部博览会 禁遇厄乡干碗六省携手 以全新的姿态和形象亮相 以中部博览会为观察窗口 中部六省加快崛起的路线图 徐徐展开 那么各省的任务清单将如何完成呢 加快崛起的新动能又会源自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湘江之派 新潮涌动 5月31日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热闹非凡 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在这里拉开帷幕 走进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中部产业图景扑展开来 数字金融 低空经济 生物医药等展区引人注目 先进轻小型SAR 摇杆卫星 5G加新能源无人驾驶拖拉机 自动驾驶巴士 量子加密耳机等高科技产品 更是凸显着中部地区强劲的创新动能 感受到了我们中部六省的 这些强大的企业的这些优质的产品 我重点关注的就是直升飞机 包括说工程车 顿购机 这些高科技的一些产品 中部腹地 城东起西 连南接北 在中国地理版图上犹如一道脊梁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六省 已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 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是中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要在全国构建这样一个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这样一个 新发展格局上来看 它又在这中间是起了一个关键的核心作用 中部崛起战略最早在2004年收次被提出 2006年4月 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印发 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正式实施 2024年 站在中部崛起战略提出20周年的新起点上 中部崛起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 3月20 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召开 不久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 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 今年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从过去促进 现在转向是要加快崛起 中部地区确实它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 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 中部地区要铺写新篇章 这是给这个中部地区 其实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使命 本届中部博览会上 中部六省携手亮相 首次采取六省大联合模式 开展招牌产业链联合招商 展现出合作共赢的新姿态 展馆已展出的一个个拳头产品 优势产业是中部六省英帝制宜 锻造新制生产力的最好注脚和最新成果 在中部博览会的湖南馆 湖南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 正在向参会商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 这款深汉钻砍装备 海牛二号 这款国之重器 吸引了来自泰国的经贸代表团 驻足问询 刚刚泰国一行人过来 对我们的这个传记非常感兴趣 他们给我表达了 就是他们泰国在这方面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泰国 甚至更多的市场得到广泛应用 在本届博览会上 近郁厄 乡干碗 六省的参展商 都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 中部六省的展馆里人头攒动 山西的新型储能 安徽的汽车产业 江西的航空产业 河南的装备制造 湖北的电子信息 湖南的轨道交通 令人怒服辖接 通过此次中部博览会平台 加强于中部省份的链接 将我们的产品更好地推广出去 部分的就是客户还留下他们电话 表达对我们车子的意向 中部六省都是围绕自己 发展新制生产力 取得了一些成果进行展示 比如说轻能源的拖拉机 小型的自身机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等等 中部博览会是国家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的有效载体 和中部六省扩大对外经贸交流 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的中部博览会 一个最大的亮点和看点 就是六省省长对话 共谋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正当代言人和推介官 2006年首届中部博览会 就在湖南长沙举办 此后由六省轮流主办 经过两个轮次 今年中部博览会 再次回到湖南长沙 在这次博览会上 湖南省省长毛伟明 既是东道主 也是推介官 面向全球投资者 发出了热情邀约 我们的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 中小航空发动机 和自主安全计算产业 是国家级的产业集群 全国一共是45个产业集群 我们赚了近十分之一 在全国排第三位 特别是自主安全计算产业集群 目前是全国唯一的 我想广大的投资者 能够穿越到我们这四大产业 集群的建设当中 能够共享四大红利 石化产业是湖南的重要传统产业 推动这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转型升级 是近年来湖南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 本届中部博览会期间 在这场由湖南省主办的中部地区 现代石化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 近200余名中外嘉宾和企业家代表参会 湖南省作为东道主 重点做了自我推荐 湖南等地的石化产业园 还热情地向参会商伸出了橄榄枝 目前我们省大约有70%的塑料 要从外省购进 且我省人均年塑料的消费量 约52千克 仅仅全国平均水平的65% 也就是说消费市场前景广阔 在推荐会上 有18个现代石化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当场签约 总投资额204.4亿元 从中部六省来看 石化行业的总营收益 已经接近3万亿元 月占全国总量的20% 在石油化工 煤化工 研化工 等传统的领域 具备特色优势 正在加快 像化工新材料 高端精细化学品 等新型领域延伸 是我国实发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的 重要真地 距离长沙1200公里外的 山西朔州 山西省首个规模化 光伏单金龟项目 朔州低碳 龟新产业园区 超薄单金龟片项目 首条生产线 首批龟片 成功下线 与此同时 超薄单金龟片项目的二期 正在加紧建设 热度和速度丝毫不减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都在为这个项目 在天专下午 山西是传统的能源大省 作为全国唯一的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市点省 近年来 山西按下能源产业 转型的快进键 新能源正在成为 山西新名片 目前 山西太原 大同 朔州等地 都布局了 百亿级光伏产业项目 实现煤炭与新能源 此消彼长 相互促进 协调发展 2023年 山西省风光新能源 装机容量达4989万千瓦 同比增长24%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装机占比 更是达到45.8% 中部博览会期间 山西省牵头 主办了这场中部地区 新能源产业链 推荐对接会 参会嘉宾聚焦 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 风电装备 清能 光伏 新型储能 等开展推荐对接 现场共签约2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额 235.8亿元 这次很有幸能来到湖南 跟我们湖南的新能源企业 进行学习交流 也想把最好的技术 带回山西 为山西新能源产业的 蓬勃发展 提供做出更好的努力 山西与其他中部省份 在要素禀赋 产业结构 创新资源等方面 各具特色 优势互补 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正在坚定 向心 向效 向律而行 不仅如此 在山西省省长 金香军看来 山西土地储备充分 工业配套齐全 能源 原材料 物流等成本低 是中部地区 投资新业的一片乐土 山西的钢铁 化工 铝铁 这样一些原材料产品 和产量 也都畏惧全国的前列 所以这些 都是企业发展 离不开的一些要素支撑 那么到了山西之后 这就比较近距离的 像物流 原材料 成本就会比较低 所以借这个机会 我们也真诚地欢迎 国内外的企业家 创业者 来山西 投资新业 本届中部博览会 中部六省首次采取大联合模式 六省分别作为主办方 召开了六场产业链招商推介会 从中部六省大区域整体视角 共同探索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河南省牵头主办的是中部地区 枢纽经济建设对接会 经过前期对接洽谈 这次对接会初步达成合作项目46个 总金额403.5亿元 涉及枢纽经济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电子信息 先进装备 现代食品等领域 在会议之后呢 我们专业安排了一个环节 让河南的企业和湖南的这些企业 在一起进行撮合 争取通过我们的努力 能达成一些合作 两个省共同起心协力 来打造我们具有影响力的 中部的这个枢纽经济产业高地 2006年出台的 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给予中部地区三基地一枢纽的定位 三个基地是指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 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而一个枢纽 指的就是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在加快中部崛起的大背景下 不靠海不沿边的中部地区 正在交通强国战略中 不断强化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定位 河南拥有空港 路港 高铁港 水港口岸 衔接融合的优势 因此在本届中部博览会上 河南省省长王凯就公开阐述了 推动交通区位优势 向枢纽经济优势 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的新路径 一是着力推进空港 路港 水港 公路港 四港联动 二是着力推进公转铁 公转水 加快交通运输 绿色发展 第三呢 我们是着力推进区域互联互通 加快畅通 大动脉 大通道 我们愿意同中部各兄弟省一道 协同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打造对外高效联通 对内有机衔接的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 推动区域内人流 物流 信息流 资金流 高效流通 携手构建 新发展合局 在武汉先进院这个刚刚投用的中式基地里 新能源材料 电子信息材料 多个领域方向的中式产线忙碌运行 专注新材料的研发 瞄准行业的共性难题 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最低成本的 把这个产品给它造出来 让更多的这个科业成果呢 快速的 高效的向市面转化 目前湖北正在加快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材料产业集群 努力为新制生产力发展 夯实材料地基 2023年 作为湖北省重要优势产业之一的新材料产业 年营业收入达到3,990亿元 在本届中部博览会上 湖北专门将新材料产业链 供应链 创新合作项目 作为推介的重点 在湖北省主办的这场推介会上 共有18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总金额389亿元 不仅如此 湖南和湖北还达成了半导体行业协会战略合作 共促中部地区新材料产业 研链 捕链 强链 新材料产业是先进制造业的底盘和基石 湖北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研发实力 综合优势明显 一是资源负极 二是科创云集 三是龙头巨集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链长加链组加链创融合机制 发挥龙头作用 穿线营链 带动上下游这群发展 以新材料支撑服务新制生产力的提升 在加快中部崛起的蓝土中 湖北承担着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要任务 如何将区位优势 产业优势 科教优势 资源优势等 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中部六星地里发挥更大作用 是湖北命名的考验和挑战 湖北省省长王忠明在中部博览会上表示 湖北将持续做好能及跃升 动能转换 枢纽提升 绿色发展四篇文章 一是做好能及跃升的文章 四次就是做好绿色发展的文章 为新时代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贡献的湖北的力量 本届中部博览会上 安徽省牵头主办了中部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招商推介会 重点展示了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 产品制造 市场推广等一系列成果 安徽首先是从科技创新上发力 以科技创新带中产业的创新 特别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科技创新 作为首要的发力点 这场推介会共签约25个项目 投资总额289.7亿元 涉及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 智能制造 化工 电子信息等多个产业 安徽省这个区域从客户的角度非常重要 新能源汽车等等还非常集聚 另外一块对于我们供应链的角度 能够低成本的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供应 整个安徽省这块我们也是有多年的发展 去年我们开始有新的一期的扩建 在安徽五湖这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生产线上 刚推出了一款全新车型 我们快充补电 我们做个测试的 只要充电11.5分钟 就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可以续航增加475公里 在科技创新引领下 作为中部省份安徽首位产业的汽车产业 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 目前安徽已拥有七家整车企业 建立了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体系 具备燃油 纯电 混动和燃料电池多种技术路线 2023年 安徽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86.8万辆 同比增长60.5% 总量创历史新高 居全国第四位 我们构建了开放性的汽车生态实验室 我们在利用安徽的科技创新能力 在汽车 芯片 操作系统 智能驾驶 新一代动力电池等各个领域都加强了技术攻关 而且在这些领域 我们很多的技术都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我们就是要努力地强占 新能源智能网电汽车的制高点 在中部六省中 电子信息产业是江西产业版图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2023年 江西电子信息产业营收达1.08万亿元 站稳万亿级台阶 成为继广东 江苏 浙江之后 全国第四个电子信息产业 过万亿的省份 在江西九江这家电子信息企业 公司新上线的全自动高端生产线 正在进行高速电路版产品的生产 他们生产的电子产品 应用于5G通讯 工业控制 汽车电子 医疗电子等领域 远消欧美多个国家 近年来 江西在电子信息产业 致转树改 工业互联网 平台服务 关键核心技术公关等方面 不断赔优福墙 目前 江西培育实力突出的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23个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超过2200部 2023年 江西全省电子信息营业收入 10778.4亿元 本届中部博览会上 江西省主办了中部地区 电子信息产业链招商推介会 累计签约电子信息产业项目38个 合同金额259.1亿元 在博览会现场 江西省省长叶建春表示 江西将瞄准做强终端体系 和增强配套能力两大主攻方向 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聚练成群 聚群成事 加快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 应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多重优势叠加 这样一个重要机遇 同时我们也要聚焦 移动智能终端 半导体照明 汽车电子 虚拟现实 以及硬质电路板 这个五个职产业链 我们将重点地进一步去推动 做大电子信息产业 通过这些努力 也进一步地扩大海内外的市场 因此我们热忱地欢迎 国内外的英产业 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 能够到江西来创新创业 投资发展 本届中部博览会现场 不光能感受到中部六省 诚意满满的热情 更是透着浓浓的国际法 此次博览会迎来了 世界500强企业 跨国公司 境内外知名商协会的 高管和代表 来自世界各地的 经贸代表团 组团参会 本届中部博览会 中部六省共签约外资项目八个 纵投资13.7亿美元 其中湖南省签约外资项目两个 纵投资6.89亿美元 湖南的文化 金融 工程机械 绿色产业 有很多商机 中部六省 其实从成本来讲 无论是土地也好 它的人力成本也好 相对是比较有竞争的优势 另外有些个中部省份 它的制造业能力是很强的 我们这次还带了9家企业来考察 我们就会去到长沙附近走一走看一看 统计数据显示 本届补览会 中部六省共签约项目280多个 总投资超2510亿元 亮眼数据体现了中部地区 加快推动跨区域合作 培育发展新制生产力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积极作为 现在国际资本 包括我们沿海的一些发达地区的企业 很看好中部地区 虽然这几年硬环境跟软环境 就是我们讲的营商环境 也在不断改善 那么现在投资中部 还是越来越有吸引力 要加快中部崛起 这个信号非常明显 中部地区真正的 加快发展的实际到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本届中部博览会 规模大 规格高 综合性强 首次设置六省省长对话环节 采取了六省大联合模式进行招商 除此之外 国际范儿十足 参会的跨国企业达200多家 全球顶流企业纷纷亮相 一场会就是一扇窗 透过中部博览会 我们洞见中部加快崛起的 吸引力 凝聚力 向心力 我们相信中部六省将不断通过 优势互补 产业相融 协同发展 唱响中部加快崛起的大合唱 挺起中国经济的中部脊梁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